大家好,我是好力克 上一集講到外星人的心窟 這集我們來介紹他的配件 A連的頭左右兩側帶著有線耳機 從外星人頭部兩側發出的 Middle Superrenal Artery 就好像是耳機線 向外側接到耳機 也就是圖上標示黃綠色的腎上線 這就是去供應腎上線的意思 上集曾提到過的額觸角主幹 所分支出來的腎上線上動脈 與這邊所提到的 從副主動脈主幹 分支出來的腎上線中動脈 以及從腎動脈 分支出來的腎上線下動脈 這三對加起來 供應腎上線的動脈 這就全部到齊囉 副主動脈兩側後外側方 會分支出四對腰動脈 就像是用繩子綁住氧氣鋼瓶 這四對腰動脈 通常從副主動脈的後外側方分支出來 而又因為副主動脈 是直接貼在脊柱上面的 所以腰動脈一分支出來後 會先貼著脊柱走 之後才會貼著後腹臂 由它的路徑就可以推測 腰動脈可供應spinal cord 與後腹臂 因為對外星人來說 氧氣鋼瓶非常重要 除了後面的八條帶子要綁好之外 前面腰部的部分也需要繩子來綁好 那就是Gnado artery Gnado artery中文是性腺動脈 男女有別 在男生身上直直往下走 可供應塑尿管、鎬丸、副鎬等等 稱為Testicular artery 在女生身上也是直直往下走 可供應塑尿管、疏軟管、卵巢與子宮等 稱為Ovarian artery 剩下最後兩條 SMA與IMA實在擺不出來了 不好意思啦 如果大家有什麼關於外星人的好屁育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一經錄用 我們會贈送外星人杯墊喔 歡迎大家踴躍留言 我們從氧氣面罩往下看 可以看到外星人軀幹的正前方 發出一條長長的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簡稱SMA 是腹腔供應大小長 非常重要的血管 供應之處足繁不及備載 因為不是本期重點啦 所以我們點到就好喔 SMA的辨認方式有兩點 第一點 它里面罩非常的緊 大約一公分左右 第二點 SMA的正後方 有一條橫走 且介於SMA與腹主痘脈之間的左腎頸脈 它蒐集左腎缺氧血 會入下腔頸脈 讓我們再把頭 往後拉遠一點看 你看到外星人CP了嗎 再從腹主動脈的前表面 往下看 往正前方發出的最後一條 就是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可以簡寫為IMA 它和SMA一樣 分支也是足繁不及備載 這條的辨認重點在於 我們可以從腹主動脈下方的分支處 往上看回腹主動脈前表面的第一支 往前的分支 就是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在快速背誦方面 我們最終會畫出這一張圖 先給大家看一下 依照我自己的記憶方式 我會把腹主動脈 本身想像成一個長方體 總共有四個面 從前表面分支出來的 由上到下分別是 耳的觸角 Inferior Phrenic 照住臉的氧氣罩 Cidic trunk 下方SMA 再下方IMA 腰帶Ignital 尾巴是Medium Sacral 兩側有有線耳機 Needle Supareno 和手 Reno 還有從後面兩側邊出來的 單側四條 Lunbar artery 最後兩條腿 再把它加上去 就背完啦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兒了 我們所用的解剖學軟體 是Elsever公司推出的 Complete Anatomy App 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 副主動賣分支的3D走向的話 不妨下載Complete Anatomy App 可以更強化你的3D概念喔 By the way 本期的QuickFast 總表會放在粉絲頁內 請自行下載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記點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 Anatomy Showbar Facebook粉絲團喔